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周末静悄悄跨州 警方发出警告将会加强执法 设置路障 防止民众趁机跨州 全国警察总长丹旭阿图哈密指出 有越来越多民众在星期五 星期六和星期天静悄悄跨州 因此警方将在来临的周末加强执法 设置路障 防止民众趁机跨州 阿图哈密接受马新社的访问时说 警方发现最近从星期五开始到星期日 国内大道的车流量增多 许多民众会以各种理由要求跨州 特别是来自巴生谷一带的车辆 因此他说为了有效控制疫情蔓延 警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 加强执法 他说警方了解民众的苦衷也感到同情 但是为了健康着想 警方必须严厉执法 避免引发新的感染群 目前民众只能够在合理的理由下跨州 比如夫妻分开远距离 以及必须再送孩子到学校宿舍等等 针对有部分的大学管制学省出入校园的课题 国防部高级部长WC Ismasabi 指出 校方有权益执行严格的标准罪程序 包括登记入学后 禁止学省离开校园 以保护学省免受感染 Ismasabi 指出 由于大学校园和公寓一样 属于私人的地方 因此校方有权利在保护学省的前提下 自己定制一套有效和安全的条规 来限制学省离开校园 İni kira private tempat private private punya tempat seperti juga di dalam kondominium pernah saya sebutkan dulu Di ada bylaw di sini di dalam kondi begitu juga universiti i kerana nak menjaga kepentingan student mereka pelajar-pelajar mereka mahasiswa-mahasiswa mereka jadi mereka boleh mengadakan peraturan yang ketat bagi menjaga keselamatan pelajar-pelajar 另一方面 针对罚款高达一万令吉的争议 他说政府同意调整罚款的相关细节 根据违法的行为分类来决定罚款的数额 首相党学梅林指出 全国学生咨询理事会是一个让大学生反馈意见的平台 首相认为政府为大学生提供反应问题的空间和自由 因此大学生可以妥善利用这个管道反应问题 Platform seumpama MPPK ini adalah sangat signifikan bagi membentuk legasi kepimpinan dalam kalangan pelajar dan seterusnya melahirkan pemimpin pelajar IPT yang berkualiti berfikiran kritis dan idealis Hal ini demikian kerana pelajar khususnya pelajar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IPT merupakan asset dan modern insan negara yang paling berharga 穆黑定是在2021年全国学生咨询理事会线上会议 发表演说的时候这么指出 他还希望全国学生咨询理事会可以协助政府向大学生 宣导全国新冠肺炎接种计划的好处 他说内围第三阶段接种对象的18岁以上人士 有至少1370万人 并希望他们已经登记接种疫苗 为了节省工程部大楼的营运成本 旗下的12座建筑物将在近期内安装太阳能系统 以便节省每个月的电费开销 同时也不需要支出任何的安装和维修成本 工程部高级部长达多斯瑞法迪拉 在主持太阳能采购计划推介理事指出 当局已经和国能旗下子公司GSPARX签署协议 以落实有关研发计划 他说在政府大楼安装太阳能系统 不仅可以大幅节省电费 同时也可以降低碳排放 实现持续保护环境的目标 根据协议 第一阶段将在工程部旗下12座大楼 安装容量高达1.2兆瓦特的太阳能系统 并且在6个月内评估这个研发项目的效果 以便提成报告给内阁 鼓励其他部门参与这项计划 大楼安装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五件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张忠霖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感谢观看